哈喽,大家好 本期带来不妻公主斗不良少女的故事 人纳美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操持着家里的一切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送他们上班上学 婚宴久了,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丈夫的关心只限于给钱买包包 青春期的女儿也显得非常冷漠 纳美一天最美好的时光 就是独自坐在阳台边 看着充满朝气的学生们去上学 想着自己曾经也朝气蓬勃 这一天,纳美像往常一样 来医院看望伤病的母亲 路过一间病房时 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忽然之间,看到病床上的名字是夏春花 这不禁让纳美想起了自己的同学夏春花 她很疑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故人 纳美迫不及待回家翻开相册 找到那位曾经熟悉的同学的照片 还有一张张自己亲手为他们画的肖像 再次来看望母亲 还是决定见一见这位同名的人 巧的是,这就是自己年少时期的朋友 即使他们多年未见 却很快熟悉起来 如今的她身患癌症 十分的痛苦 在医院里面艰难度日 身患绝症的春花十分的乐观 她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 也依旧乐观的生活 纳美临走前 春花拜托了她一件事 她希望在临死前再次见到三季七公主 这是他们曾经七个人小团体的名字 纳美答应了春花 开始寻找多年的朋友 春花的病让纳美坠坠不安 有一些担心丈夫的身体状况 可能是因为春花的情况给了她太大的冲击 使她一时难以接受 胡思乱想了起来 在从丈夫出差回来的路上 再次看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 走在学生中间 恍惚之间回到自己的青春时代 纳美是一个差班生 从小地方来到首尔 现在有些格格不入 入学的第一天 便遭到了同班同学的欺负 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 竟然将书包扔到 那个欺负纳美的同学头上 帮纳美赶走了不良少女 还十分热情地通纳美打招呼 她就是大起大夏春花 是纳美转学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 面对突如其来的示好 纳美不知所措 慌张回应 先翻了书桌 第一天入学的纳美 很是不适应日理环境 下课铃声响起 学生们一窝蜂地走进食堂 纳美还搞不清楚状况 春花带着纳美一起吃饭 还给她介绍了其他的朋友 做梦都想要双眼皮的金玫瑰 满嘴脏话的黄真姬 暴脾气的毒蛇女徐军玉 致力于当韩国小姐的福西 还有冰山美人秀智 虽然性格迥异 但都非常友好 他们看着纳美的鞋 十分的好奇 因为这里的孩子都穿名牌的鞋子 回到家的纳美 气咕咕地吃着晚饭一言不发 妈妈发现纳美闷闷不乐 就询问她关于学校的情况 因为口音的问题 在学校被嘲笑 让妈妈不要和自己说话 还因为鞋子不是名牌开始抱怨 但是遭到了全家人的说教 其实纳美的硬条件 不如首尔地区的孩子好 但她绝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回答上来老师的问题 得到老师的表扬 这一下总算有一项是别人可以羡慕的了 现实中的纳美来找中学生的老师 希望能够联系到曾经的屈公主 纳美到老师那里得到了玫瑰的电话 如今的玫瑰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销售员 玫瑰前来探望春花 哭得气不成声 但是春花依旧很乐观 其实春花过得很孤独 十分有钱 却没有结婚 没有爱人 没有孩子 她从来不向别人说起自己的悲伤 不想把自己的不愉快带给别人 从来都是笑着调侃着自己 玫瑰决定加入 寻找当年的好友 他们来到一家侦探事务所 公司看起来并不靠谱 毫无头绪的他们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家公司上面 既然有学的生活 有事也会出错 纳美慌慌张的为女儿准备早餐 结果女儿迟到了 就像她年轻时候一样 早上慌慌张张起床 来不及收拾 匆匆忙的跑去学校 结果拿着爸爸的工具包 当成书包带着上学去了 放学之后 小团体就去打群架 他们都为自己准备了战袍 穿着大人的衣服 踩着高跟鞋 可是纳美的武器 是爸爸工具包里的班首 这可惊吓到其他的小伙伴 他们穿戴整齐 与另外一个小把来对决 本来是不想带着纳美去的 可是为了凑数 还是带上她 果不其然 穿着最朴素的纳美被嘲笑了 女孩子之间的战争 多半不是靠打的 最重要的就是气势和耍随皮子 春花吓唬他们 纳美是鬼伤身 但其实是 因为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对战 可是号称最会骂神的人 几个回合之后 败下阵来 这时一抽一抖的纳美 开始骂骂咧咧 对方都以为是鬼伤身 吓得逃跑了 赢得胜利的七公主 开始黄欢起来 他们来到玫瑰家里 又唱一跳 完全释放自我 他们一致同意 让纳美加入他们团体 还正式更名为Sanny 狂欢的他们 被玫瑰哥哥装个正着 哥哥带着几个同学来家里学习 这时 纳美第一次见到韩君浩 韩君浩的帅气 一击击中纳美的内心 爱情的种子 也在纳美的心里生根发芽 日子一天天过去 纳美也越来越适应 这里的生活 她也越来越像一个手耳人 穿着名牌的衣服 背着名牌包包 和团体这种人 也越来越熟悉 私下里经常混在一起玩耍 即使到了晚上 还会和陈花打电话 他们听着收音机里 他们点点歌 兴奋的睡不着 歌曲可以穿过时空隧道 即使是现在的纳美 依旧爱听曾经的歌曲 穿上了高中时代的校服 好好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没想到被放学回家的女儿 带个正着 灰烈烈的躲在角落里 受着女儿的嘲笑 玫瑰打来电话 招到了黄真机 他们来到高二夫球场 看到了此事 彬彬有礼的贵妇真心 如今的真机不急不骂人 反而一副优雅的样子 他们希望真机可以去看网春花 真机持分气愤 他们派私家侦探调查自己 并表示不会去看春花 再次来到侦探事务所的纳美 被告知 又找到另外一位朋友 让她扮成教会的人 去接见这位朋友 只是扎纳美没有想到的是 真机也来到这家事务所 真机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其实她还是很关心 自己的好朋友的 两个人一同来寻找 共同的朋友 许金玉 此时的金玉是一个家庭主妇 被生活琐事 所牵绊 早已被生活抹平的监狱 没有了曾经的冲动 忍受着婆婆的责骂 更不能随便出去看望好友 只能给一些钱 来向春花问好 纳美回到家里 发现女儿被打 她十分生气 无论她如何询问女儿 女儿就是什么也不说 作为妈妈的纳美 咱们能袖手旁观 决定跟踪女儿 就像她曾经跟踪俊浩一样 纳美想要知道她的一切 跟着俊浩的纳美来到了酒吧 点了一杯贵得要死的咖啡 面对男神的主动问好 害羞地跑开了 结果遇到了死对头 关键时刻 男神俊浩出现 救下了纳美 俊浩非常深深地送纳美回家 少女的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 纳美以为俊浩要亲她 开心的小路乱撞 结果只是因为纳美头上 沾上了口香糖 尴尬的纳美脸红得像苹果 俊浩告诉她 如果再遇上欺负她的人 就告诉那些人 再和她交往 纳美害羞地而甜蜜地回家了 周末遇期逛街的七姐妹 遇上了大学生运动 街上本来就一片慌乱 这时七公主看到了死对头 她们也趁乱开打 一个对一个 真鸡靠嘴 春花靠实力 纳美靠运气 玫瑰和福西靠力气 金玉扣耍棍子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她们六个人终于成功逃跑 回到家的纳美 看到了离家处走的哥哥 年轻时的哥哥 就让妈妈没少操亲 老了之后更是如此 如今人到重年的哥哥 因为扣留其他员工的工资 被告上法庭 她的事业一落千丈 纳美闲暇时刻 就会来到医院陪伴春花 这次真鸡也来看望春花 原来看似幸福的真鸡 被戴上了绿帽子 十分的伤心 最好的疗伤方法 就是向朋友们倾诉 朋友为真鸡触摸划策 惩治坏男人 晚上来接女儿回家的纳美 看到女儿正在人生校园暴力 纳美赶走欺负女儿的学生 可是女儿一点都不感激纳美 反而责怪她 这让纳美忍无可忍 决定去教训那帮小兔崽子 纳美联合自己的姐妹 暴打那帮小子 即使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 实力依旧不见当年 这帮老阿姨在做错事后 被警察带走 也十分的开心 警车里面播放着欢乐的歌曲 只让他们再次回到年轻的时候 一起听着欢快的歌曲 跳着欢快的舞 纳美的处处杀劲 让羞治十分的厌恶 小团体因为纳美争吵了起来 但是性格单纯的纳美 跑到羞治的家里 要和她做朋友 两个人在小吃店 学着大人的模样 喝起烧酒 把自己心中的不痛快 全部倾诉了出来 纳美很是喜欢羞治 因为羞治很漂亮 说着说着 两个人就哭了起来 之后 两个人边说起了胡话 纳美去医院看望春花 撞见了发病而疼得要死的春花 十分的难过 他们加快巧步 去寻找曾经的朋友 玫瑰和纳美找到了福西 福西的生活并不好 在酒店工作 靠着卖酒的牺牲生活 微博的收入 连自己都养活不成 还要看老板的脸色 一旁看不下去 纳美直接掏出一百万来买酒 帮助福西 福西痛哭流涕 心疼 春花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自己 夜晚 纳美来到医院看望春花 两个人说起了悄悄话 纳美这些年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 都是为别人而活 都快忘记自己曾经活得那样精彩 春花将一张记录着 他们年轻时代CD给他 那是纳美曾经他们拍的 是他们年少时对未来自己说的话 承载着他们美好的梦想 再次回到那个充满激情的青春时代 纳美被嘲笑了 可是他并不服输 意气运势的他约死对头打架 孤军奋战的他 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危急时刻羞之出现了 咱凉下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救下了纳美 回到班里的坏女孩被老师教训 愤怒之下他就离开了 侦探事务所的人告诉纳美 休智始终没有找到 他们找到了韩君浩 纳美立马动身去寻找他 坐在火车上的他响起了 他们七个和韩君浩也这样 一起坐着火车去旅行 纳美找到了现在的君浩 即使过了很多年 见到面那一刻 也依旧让人心动不已 上了年纪的君浩多了一份儒雅 暗恋未满 君浩早就和休智在一起了 就在纳美和君浩表白那个晚上 看到了君浩亲吻休智 直到如今才有勇气 将那幅为君浩画的肖像送给他 年少时总会有一些遗憾 在现在看来都不值得一提 像在医术企业上 每个人都很开心 可是纳美却很不开心 因为他发现了自己心意的男生 一定有着交往对象 伤心的纳美来到小吃店独自忧伤 却被不良少女盯上 开始骚扰欺负纳美 同学好像向春花他们通风报信 急忙赶来春花和不良少女打了起来 原来不良女和春花曾是好朋友 后来决裂了 愤怨的不良少女十分嫉妒纳美 又暴富性地划上了秀枝的脸 这几乎回掉了要当演员的秀枝的人生 这件事情之后 七姐妹被无限地停克 可是她们的心依旧连在一起 虽然她们承诺永远不会解散 但还是因为各种现实问题 各奔东西 后来大家逐渐失去了联系 纳美突然接到春花去世的消息 她前来参加葬礼 大家没有一丝的悲伤 正如春花所希望的一样 永远的快乐 需求未远的朋友 再一次坐在一起谈心 律师来宣读春花最后的遗言 她离开了 但希望每个人都还要快乐 将三年的对撞称号交给了纳美 并且在玫瑰那里买了一份巨额保险 力所能及地帮助了每一位朋友 最后春花还有一个请求 就是在自己的葬礼上 跳她们曾经的团舞 她永远都不要悲伤 即使结束生命也要快快乐乐 一舞跳吧 就连难以找到的修制也来了 七姐妹终于凑齐了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青春电影阳光姐妹陶 通过纳美不断寻找年轻时的朋友 让他们重温了这段美好的岁月 纳美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不再为别人而活 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激情 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皱纹 回忆起年少时光 找寻曾经丢失在时光里的自我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